本署侦办 关郑先生违反证券交易法 商业会计法 伪造文书以及诈欺等罪名的案件 那检察官呢 在10月8日 也就是昨天上午 搜索了相关的公司 以及相关的犯罪嫌疑人 总共六处 那搜索之后呢 也训问相关的被告和证人 那于昨天夜间 检察官训问之后 认为其中被告 总共五人呢 其中郑先生的部分 那是认为犯罪嫌疑重大 有积压原因而无积压必要 那预令以100万元来交保 其余被告呢 总共四名 有一位呢 是以50万元交保 其余以20万元来交保 这个案件的查契呢 事实上是本署呢 之前和台中市调处这边的一个指挥 那清查了2014年到2017年 有关中华电信台中营运处呢 涉嫌是以假交易 深放贷的方式 以过雪交易的方式呢 非法放贷 这些金钱呢 给一些企业 还有公司 那在清查当中 我们又发现 本件的情形 本件的一个 疑似的假交易呢 就是 宫廟观光明灯 相关的部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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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